既国营事业公股行库也出现人事大翻风 读音董事长黄柏川和库银行总经理陈世青两人 向财政部请辞获准 财政部已证实此事 指出两人皆已借铃并已延任一次 此次两人请辞完全是个人生涯规划 且人事公文皆已发出 中共本周开始禁止台湾凤梨进口 意外掀起支持台湾凤梨声浪 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发布力挺凤梨文章 不仅AIT里外都摆设凤梨 连AIT助长办公室也出现凤梨 力挺台湾意味浓厚 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 二日在脸书端出夏威夷披萨 大赞对台湾凤梨品质的信任 捷克台湾商会也发文 还付出Freedom Pineapples 详音外交部长吴钊燮发起的自由凤梨标签 为自由的滋味赞生 知名宝宝米饼乐飞宝宝米饼 包出违法使用工业用氮气冲填米饼包装 对此总公司展育负责员蔡文渊清上火线 与脸书上传道歉影片 在六分钟的影片里蔡文渊三度鞠躬道歉 并承诺将全方面开放顾客退款 网红李克太太卖维他命 号称一瓶比十二瓶等效果遭质疑违法 北市卫生局今天表示 广告中提到提升循环力等用词恐涉及花大 将约谈调查 若违法岁高可罚四百万元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